最近港股的走势会比较波动 尤其是最近就比较多难筹股就公布业绩 我们可以看到今年都公布业绩的难筹股呢 其实比较多都已经在股价反映去年的一个价值 所以在业绩公布之后就有一个获利回徒迹象 所以我相信对于大市的支持力度是不足的 尤其是我觉得恒生指数在短期内 应该会在23200点到23700点左右就是徘徊 另外呢虽然我们可以看到 昨天就是有资金流进去中资股方面 支持内地的股市股票市场 主要是因为有市场传言 表示内地可能会减慢一个收集资金的活动 但是我觉得这一方面我们还没有确定 而且呢在两会举行的时候 应该会对于今年度的一个通胀的目标 会做出一个数呢 所以我觉得在未来来讲呢 应该会持续的控制 就是物价在市场上的一个定位 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二五计划在这个星期召开 我觉得就是有可能里面就是讨论的一个内容会支持相关的板块 包括就是有一个食品 因为有可能就是今年度会上调一个免税额 所以在中低下的一个阶层他们的收入来讲应该会增加 在这一方面他们的消费能力应该会提高 另外呢还有就是保障房的一个建设 所以也会带动华东的一个水泥的需求 所以在这两方面的一个食品 就是水泥两个我都会看得比较好